都懂得真正修得都很孝順父母 心心念念都是父母 心心念念都是修道堅定 因為你有堅定心 父母才有多久 上天的恩才能霸 老母的榮恩才能霸 父母的恩才能霸 如果修道三進三退 三進三退聽得懂 靜靜退退的 要人家催一下再來想 這種是對項鍊不會很重的 他對項鍊很重的人 一定他很堅定的 因為這個修道跟父母有相當大的關係 所以三天院長有講一句話 他說不為自己想 也得為父母想 總挑父 又挑母 拔見父母上先度 父母的單頭都在我的肩膀 這樣 這樣知道 父母的責任都在我們的肩膀 因為我們認真修行 是父母都是走到沾光的 好 我想到什麼講什麼 時間也是關係 那呢 你看 如果子女 先我都講到 子女不修 沒有做功德 父母不能德 帶母德 不能德 分不到知道嗎 分不到 如果父母 如果父母 子女 如果是有行功力 的話 父母能德 一半 這不是我說的 是先我說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 這個是很重的